古语 闭嘴 宗老 请您原谅我这徒儿的冲动 无妨 这宗老的位置原本应该是电轻你的 如果你是宗老 他现在应该就是你的清传弟子了 叶宗老以三千就将我击败 我输得心服口服 我定会用心辅佐宗老 这个元晖天倒是个实在人 古语 就算我给你这个挑战的机会 赢了又如何 你要拜我为师吗 不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哪怕我师尊不是宗老 都是我一辈子的师尊 你是一个好徒弟 挑战就算了 他们的对手不是你 五天后 他们将代表青龙剑锋 参加太一塔针锋 太一塔针锋 宗老 不可 此二人目前的实力 去了也是送死 太一塔针锋的参与者 必须要清传弟子 如果继选 不是更丢脸 实力是差了点 要不 你把古语过继给我当弟子 去挑战太一塔 不要 我有师尊 既然宗老已经决定 那就这样吧 天命 清语 这两个胜收战魂送你们 往后定要继续努力 谢谢师尊 师尊 刚前面就送你这种大礼 你压力有点大呀 这圣树战魂暂时无种 刺激了千年以上 炼花它五天足够 这样也是给太一争锋 增加助力 师尊 我还没听说过太一塔呢 太一塔是东皇宗的圣地 其本身乃是一件神物 平时里只有宗老和太一弟子 才能在太一塔修炼 每隔三年 太一塔就会开启一次 每一位宗老都有两个清传弟子 可以进太一塔闯关 太一塔一共三层 能连破三关 荣登塔顶 便能成为太一弟子 相当于圣天府的圣天子 而且太一弟子享受着整个东皇宗最好的资源 比如说太一塔的修炼资格 问修炼资源 李氏祖弟应该更爽 这太一塔的太一争锋很难吗 六十六个人 一般能有几个成功 开什么玩笑呢 正常来说 能出一个都算运气不错 一个都没有 也是分正常 其第三层 乃是太一塔真正的圣地 弟子会在里面遇到什么 从老会都不清楚 这是李氏圣族仙祖 以天文结界创下的神庙之地 杀鸡四伏 但也造化无穷 就算是我进去 都不敢说能全身而对 啊 那我岂不是没机会啊 其实也不用到第三层 前两层的宝物对你们更有用 宝物 什么宝物啊 第一层的奖励是能让半生兽直接飙升进化为三阶圣兽的上品地级神员 地级神员 第二层的宝物是排名前十的宗老决定的 我无全知道 但一定比第一层珍贵三倍以上 三倍以上 这么好 前面两层塔的宝藏 洗力反而更大呀 师尊 五天后 直接去太医塔吗 按照往年的规矩 会先在东皇第一战场进行两轮的单场淘汰 最后决出十七人 再进太医塔针锋 这才是完整的太医针锋 真正的太医针锋 要五十天后 按照目前的修炼速度 未必没有一争的机会 龙天子 下次见面 我也是太医弟子了 哥 圣城 成功了吗 成功了 哥 进化成了二阶圣兽 我的境界 也在血脉修行之中 一鼓作气突破到了归异境第六重 不错 终于赶上我十三岁的时候了 我现在有这么巨大的进步 李天命根本就是渣渣 哥 爹知道这个李天命的存在吗 当然 不过他什么也没说 为何 他如今已经是宗老亲传弟子 必须要铲除才是啊 他有更重要的事情 况且东皇宗里也没有人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 我还要备战太医塔 这个李天命就留给你自己解决了 哥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圣城 太医塔中锋 父亲想让你参战 所以明天的东皇第一战场 父亲特意把你的对手安排成了李天命 居然这么快就能报仇了 李天命 这次 我定要把你打得满地找牙